这里有辽阔的草原 到处欢声笑语 给我留一串 这里有遍野的牛羊 处处蕴藏商计 这里是我们的家乡 这里有家乡的特产 这里有家乡的故事 这里是生财有道 生财有道 志富从这里起步的 我是依然 我现在是在内蒙古的克什克腾奇 看在我身旁就是辽阔的大草原 美丽的草原 我来啦 在内蒙古赤峰市西北方向 一百多公里处 就是我们所到之地克什克腾奇 来到了克什克腾 你才能真切体会到什么叫辽阔 作为一个县级行政区域 这里有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面积略小于以色列 大于科威特吧 在这里策马奔腾 岂是一个爽自了呢 大家顺着我的手看过去 你看那儿了吗 那儿有一只小白色的乳羊羔 我特别想近距离的去看看它 咱们过去抓那一只好吗 这个你抓一抓吧 我试试啊 嗯 悄悄的 这又不是突然袭击 你抓不住它 好了 没这了 科斯克腾奇作为牧区 羊当然是当人不让的第一特产 不过这里的羊可不是普通的绵羊 而是当地特有的招乌达羊 如果不是来到赤峰 来到科斯克腾 你可难寻它的踪迹呢 刚才如果是说 这位大哥跟着我一块 我估计那个小羊羔应该能抓着 也不一定 因为他们在这放牧 好惯了 用我们的工人 起码圈过来 当我们能抓 那边是吧 那个大哥 我们来喊一下他 大哥 过来 过来帮忙抓一下羊 这边 招乌打羊 基本是散羊在辽阔的草原上 有很强的运动 加上平时人际罕痴 他们的警惕性也很高 所以要在草原上生擒一只 可是有点难度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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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厉害了 我以为已经完全都支不上了 都产不上气来了 这个是一个小羊羔是吧 它大概有多大 一个月 这个好像抱小婴儿的感觉 很乖 而且这个羊大概我觉得得有二十几斤 抓它给大家看一看挺不容易的 陪我们一起来的这位叫姚秀果 别看他文文静静 黑黑瘦瘦 可是当地赫赫有名的羊羊大王 特别是骑上骏马 驰骋草原 是不是有点指点江山的架势呢 你现在一共有多少的草场啊 现在公司一共有三十八万五草不炒 哇 那么多 都是用来放羊 都是用来放羊的 那羊大概有多少啊 羊是三万二千只 三万二千只 对 就是这种捉物打肉羊 那他一年大概能卖多少钱 一年是少 一年能卖三千多万 三千多万 对 当然了 这么大的面积 这么多羊 可不是姚秀果一个人能够忙得过来的 围绕在他身边的是当地数个合作社 公司 上千家牧民的庞大力量 虽然大家都散步在这辽阔的草原上 平时见面的机会也不多 但听说我们一行来到了这里 附近羊肠的工人和牧民们 不陆续续赶了过来 大家都说 趁着天气转冷之前 再好好的热闹一次 也让我们见识见识 这草原的热情与美味 蒙古猪的手把肉 这个肉的做法是怎么做的呀 这就是清水煮 就用清水煮 不需要放调料是吗 不需要 一把鲜盐 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肉在做之前需要清洗吗 不用 因为撒羊的时候把羊皮剥掉 把内脏剥掉 它就非常干净 它就非常干净 然后用它的关节部分卸开 不像剁的 就是它这是全羊 羊的哪个部位都有 每一个部位都有 每个都有 从头到尾都有 然后直接煮就完了 这个你看肥的瘦的都有 排骨 什么后腿前腿 脖子全部有 一锅白水 一只肥羊 一碗咸盐 这就是草原上最地道的美味 手把肉 伴随着欢声笑语 草原的不眠之夜 开始了 三二一 天后 亲爱的食堂乡亲 今天晚上我们的桃圆 美不美 我们的招呼大牛羊 香不香 大家想吃不想吃 好 我们北京的桃圆议业 开始 今晚的阵仗可不小 前前后后来了几百人 咱可就这一锅肉呀 要吃的话 赶紧抢那 这一次得多盛一点 好香啊 大家看一下 热腾腾的养肉啊 大家赶紧 赶紧给大家分一下 谁想吃羊肉 赶紧到我这边来 吃着鲜美的羊肉 喝着辣口的白酒 伴着欢快的歌声 把所有的烦恼忧愁 统统丢到脑后去吧 飙过的路上 梦的地方 梦里的草原 它带着你走向 飙过万里 自渊心发浪 梦里的草原 它要跳过光光 想到身旁 我会不加少 就在大家再歌再舞的时候 咱们记者却不见了钟影 他跑哪儿去了呢 哈哈 原来吃光了手把肉 他又发现了新的美味 好好吃的羊肉串 我们等待吃羊肉串 那蘑菇的羊肉串 这羊肉串啊 烤好了 来来来 给你给你 太火爆了 太火爆了 别想别想 大家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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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留一串 给我留一串 给我留一串啊 给我留一串 哇 我觉得这个 烤的羊肉串 我烤的羊肉串 真的是重口味的 那个孜然的 那个风味很足 但是它也没有盖过 这个羊肉的味 这个羊肉还是很香很嫩的 迎着皎洁的月光 回想着欢声笑语 原来这就是草原之夜的魅力呀 多么希望美好的夜晚不会结束呢 不过太阳还是要照常升起的 毕竟秋天正是羊儿飙肥体壮的时候 买卖交易也正是时候呢 这不在瑶秀果的羊场里 正有大群的肥羊 装车转运呢 我是从新疆过来 从新疆过来这么远 为什么要这么远过来买他们家羊 因为他们这个内蒙的 这个羊的品质优质特别好 新疆的羊嘛 尾巴就这样大 一般就 一般的羊羔就两到三公斤 它全是油 全是油 所以这个嘛 它是没有尾巴的 我们现在 我们自己要拿过去 在市场上有琵琶的话 兔崽的 尾巴就割掉了 这个就没有了 二公斤就没了 你就两到三公斤就没有了 比如一公斤 一公斤压入五十块钱的话 一百五十块钱就没有了 你本身自己的羊 你就挣一百多块钱 就等一去就没有了 科施克腾的招乌达羊 具有生长迅速 出肉率高 瘦肉率高的特点 可没想到 这些优点 不但当地人知道 连远在新疆的客商 也这么认可呀 那您今天一共买了多少头羊 今天我们买了一千多只 我们总共要买一万多只 总共要买一万多只 大概得花多少钱啊 这个最好的有个两千多元 还有一千多元 它是跟它那个品质不一样 一千万 一千万 这么多 一千多万 那您大概能赚多少钱 每只羊能利润的话 能赚到一百一二十块钱 赚个一百多万 一单生意一百多万 姚秀果表现得太淡定了吧 其实他养羊三十年 什么大风大浪 起起落落 没见过呢 见得多了 自然也就淡定了 八十年代初 当刚刚毕业的姚秀果 被分配到了 好鲁库中洋厂 做兽医时 他肯定想不到 自己有一天 能挣到这么多钱吧 因为那个时候 咱们这个地方 比较偏僻 不通电话 通信也比较 所谓一有下雨下雪 班车里不通 班车不通 有时候连续两三个月 或者是半年都不通 这都属于正常 好鲁库这个地方 人烟稀少 位置偏僻 解放前主要出土匪 条件可想而知了 不过姚秀果耐住了寂寞 他扎实研究技术 很快就成为当地 数一数二的兽医 并深得牧民们的信赖 搞了个技术时间长了以后 对这个杨阳那一块 一个是信心比较足 另外呢 对杨阳这个事业 也逐渐 就是好像有一种感情 就是总想把这个事 又搞 改变来自九零年初 好鲁库农场改制 尤秀果面临抉择 是换个地方找一份兽医工作 还是扎根这里 自己养羊创业呢 凭借着对自身技术经验的信心 他最终选择了后者 因为咱们这个养羊刚一开始 也不知道究竟哪个肉用品种比较好 这就选的品种也比较多 你像多塞特 萨普克 夏洛来 这都从澳洲引进过 引进过以后我也都养过 有的虚群都达到一千多只 您是不是听着有点糊涂 养了十几年羊 怎么会连品种都选不定呢 其实这好鲁库羊场 以前养的都是主产羊毛的细毛羊 也正是因为市场变化 肉用羊崛起 才导致了传统羊场的衰落 这么说吧 养羊专家摇秀果 没养过肉羊 99年的时候 这一年天气也比较寒冷 另外这一年冬季雪比较大 我那个时候 就是养了700多只多塞特 随着气温急降 摇秀果有些坐立不安了 面对全新的品种 严酷的环境 他突然发现 自己的那十几年的技术 居然开始失灵了 因为当时你给别人是啥 还是你是起一个啥 你辅助的一个作用 就是你别人咨询 有些事咱给你解答 你像当中养羊 缺草缺料 那个养羊怎么样挣钱 这些事咱不用考虑 但是你要自己养羊 这些问题就成了主要问题 直到这时 姚秀果才明白 创业跟单纯搞技术之间 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算了一下账 几乎就算是 赔了一只羊就赔了五百多块钱 我养的七百多羊就赔了三十多万块钱 这是喂羊的 这是喂羊的 哇 从后到前 这好长啊 这有多长啊 五十多米 五十多米 那这有多少斤 那这有多少斤 这一朵草 一百吨 一百吨 二十万斤啊 那这 你想象啊 这一朵草能喂多少羊吧 我觉得怎么着也得几千只羊吧 那差的远 差的远啊 几万只 那差的更远 差的更远 我们这一朵草就是喂五百到六百只羊 啊 五百只到六百只 这一东西 一百吨 五百只到六百 这是你想象不到的 五百 今年秋季看到这一朵草 这五百只羊吃完了以后 明年春天就没了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谁能想到这羊的食量居然有这么恐怖呢 也正是因为经历了九九年的血灾 加上多年的经验积累 瑶绣果如今才能精确地计算出当地绵羊月冬的除草量 不过这么多草料 瑶绣果又是从哪里准备的呢 你看这个草 这非常绿 哇 真的是不错 可是我想知道就是说 这么辽阔的草原怎么一只羊都没有啊 这一片草原 这就是牧民用来这个给秋季打草 被草 就是专门用来打草 用来打草 就是不放羊 对对对 像一百只羊这个牧坡 它大概得有一千三百亩左右的草木场 它其中的是一千亩的草木场 用来是放牧的 有三百亩是夏季和秋季不放牧 留作打草场 就是相比较平等的 大概是占到三百亩左右 用来给这个冬季羊卫草 作为土卫草的打草场 大概是这么个比例 其实真正让瑶绣果操心的 还另有其事 搞肉羊养殖 到底该引进什么品种呢 然而塞翁师马 胭脂飞腐 九九年的那场大雪 却带给了瑶绣果 意外的收获 就是九九年大雪那一年 你看有多岁的这个羊 后来这不是赔了吗 但是我当中这个群里头 有一百多只这个德美羊 这个德美羊和它一样是一样 后来德美羊表现非常好 那一年你不但钩子落的也好 那一年算到那个效益 你一只德美羊 那个时候就一只羊 就挣二百多块钱 在那个时候呢 就比较可观一个数量 很可惜这种羊 也是个外来品种 要大规模繁育 时间长成本高 不过呢 瑶绣果也想出了个土办法 后来就想扩大这个畜群 实际就用这个德美羊 跟这个当地这个本地羊 和这个当地这个西方羊 搞这个改良杂丘 当然了 要培育一个新的品种 光靠几个养殖户是远远不够的 不过这里毕竟是克什克腾 是传统牧区 当地政府也一直在关注 肉用羊的选育种问题 在了解到瑶绣果的情况后 赤丰式的畜牧单位 也参与了进来 他们以克什克腾奇为基地 联合了瑶绣果 李瑞等多家养殖户和公司 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 选肿育种工作 六月内的高羊羊的动体重 就能达到十八公斤 屠宰率是百分之四十六 动体进入率是百分之七十六 它的出入率高 就是由于这个羊的肉用羊体型特征 非常突出 因为那个产肉主要是它的体虚 由于它这个前驱后驱 是它的那个产羊肉的主要部位 而且产优质羊的主要部位 这个招呼达肉羊 跟传统羊相比 它的前后驱非常发达 就是普通的一些传统品种 都是这个中间粗 两次间都能扫骨形的 但这个招呼达肉羊 前后驱都非常相对发达 云串 这个行为宽固 后驱也非常 更实结实 作为招呼达肉羊的培育者 姚秀果和它的伙伴们成为了克施克腾奇 甚至是赤丰地区的畜牧带头人 而当地也有越来越多的牧民为此而受益 这部远在百公里外的达尔汉苏木 就有蒙古族的牧民朋友 邀请我们做客 据说又有很多好吃的 它这一户养的是七百多羊 七百多只 对 你看这就马上要到它的操场子了 这个好 这个越来越好 是是是 三百多 你好 这是咱们中央建设台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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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斯比利格夫妇是当地土生土长的蒙古族牧民 这些年来加入了姚秀果他们的合作社 主养招呼达肉羊 在这精美的蒙古包里 喝着地道的奶茶 吃着香甜的炒米 再聊一聊今年的收入 真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 我操上了五千多亩 五千多亩 但它也不够 还不够 还得从别的地方 它在哪边茶干那块用租了六千多亩 它总议现在一万多亩 这要是一个点 另外呢 它自己的人 还发展一部分旅游业 就在这片牧场上 再扎一两根蒙古包 来到客业那些链 挺有趣的 那您每年通过养羊的话 大概能收入有多少钱 纯的来说 纯的就三十多亩 纯的就三十多亩 那真的是很大的大货了 咱是不是留着点肚子 据说今晚的大餐很丰盛呢 哇 这碗真来了 真正太好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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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死的一次见 太好了 这碗真了 这碗真了 对着贿宾 哎呀靠 这是咱们这个猛猪 这个 它这个银子 这个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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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完天地 咱们大家就可以大快朵银了 烤羊肉是蒙古族传统名菜 为招待贵宾 或庆祝庆典时的特制佳肴 此菜要求羊肉完整 羊跪在盘内 色泽金红 羊皮酥脆 羊肉嫩香 必须色香味俱全 而这招物打羊 肉质细嫩 脂肪含量低 做烤全羊 更是再好不过 咱就别客气了 我妈妈不给它 我妈妈 我妈妈 都新了 我妈妈 我母带 这个银子 兴致所至 这夜再一次响起了动听的歌声 随着种群规模的扩大 克什克腾地区的招乌达羊 慢慢创出了名气 养殖食用这种羊的人也越来越多 作为赤丰当地的肉羊品种 招乌达羊占领了主流市场 不管是在餐饮行业 生鲜市场还是加工企业 到处可见它的身影 那就是2013年的时候 一单卖了一万二千只羊 多少钱 一万二千只羊当时是啥 两千一百万 制作业选用招乌达肉羊 主要是招乌达肉羊肉质咸嫩 肥而不腻 嫩而不善 而且入口唇强这种 现在基本上咱们是 一年采购羊树是基本上六十万只左右 然后招乌达羊是占二十万只 基本上占了三分之一 这个比例 一年产值大约是七个亿左右的 这个销售人 其实除了经济效益 招乌达羊的生态效益也非常突出 因为具有食粮小出肉率高的特点 同样的种群数量对于草场的使用率更低 在不影响牧民收入的前提下 更有利于草原的恢复和生长 这是一笔更加宝贵的财富 它是活动范围 半径活动范围比较小 然后吃的比较少 吃的比较少 第二 它是肉毛兼用性 所以毛也值钱 肉也值钱 那我们现在算 养活一只招乌达羊 就像相当于养活其他的羊的三只 这是个经济消息 原来是一百万只 我们用两年到三年的时间 发展为二百万只 使多大肉羊将来往品牌化 往品牌化发展 使它真正的为广大农物民 从经济方面 从生态方面做出贡献 来到内蒙古踏上大草原 骑过马赶过羊 品尝了地道的烤全羊 我的心情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爽 与此同时 我也深深地感受到 草原人民的热情 还有他们做事业的认真和执着 希望姚大哥 扎姆苏 还有许许多多的牧民 他们的养羊事业 能够越做越好 让更多人品尝到地道的内蒙古羊肉 好了 还是那句老话 养殖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我是依然 让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人人都说这里好 山上山下好风光 你那桃树都在哪 我那桃树就在这儿 这个地方 哪里面的地方 果子红来味道香 蜜桃丰收走四方 它这个又脆又淡 山山相望 硕果满仓 这里是人人都说好的遗蒙山 这里是精彩不断的生财有道